饱满的咬字字音 夸张的身体和情感肢体语言 细腻的旋律线条 那我发现我的一个学员 很多的一个咬字啊 它的一个力量感 前嘴唇的力量感不够 导致唱歌的话 这个字音啊很散 这个字音是没有集中点的 为啥呢 因为你的文字都没有咬清楚 而且我说话是这个样子的 你会觉得我这个唱歌 还有趣致吗 对不对 因为你嘴唇都不动呀 那么我们先把这首歌 用嘴唇用力地去包住这个字音 不要让这个字音散掉 那下一句也是一样的 为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橄榄树 它是绷紧的 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力量的话 你就会唱 海洋 海洋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橄榄树 橄榄树 橄榄 这音对吗 这个音对吗 不对 这才是对的呀 对不对 你的夸张来源于你对这个字音的充实的情感在里面 所以说千万不要 还有 还有 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 不能这样去唱 还有 还有每个字 每一个字音 没有哪个字音是不重要的 如果你觉得你要唱歌有很快的进步 你肯定要去做每个音 用你夸张的口腔去 先念每个字 还有 还有 让你的字音先有肯定点 这个咬字很重要 哪怕你位置唱得很好 你的咬字没有位置 还有 还有 是什么音啊 是有字吗 不是有字 记住前端的嘴唇 对我们咬字 一定要用力量去咬 去练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舌头 那么后端是什么东西呢 后端就是我们贴住位置的这个音高 后端贴住它力量感 包住这个音 这就是一个后端的 贴住的位置 那我们唱歌的时候 一定去注意这种 后端的位置的 稳定和立体 那么我们先练前端 就是 后端呢 把音准贴住后面 两个的一个结合 使我们的唱歌 又有后端的稳定和贴合 又有前端的一个文字功底在 那么文字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夸张感一定要做到 你的一个口腔的开阔性 和你身体的力量感的一个夸张程度 完全可以影响到你歌曲的质量 和歌曲的情绪 如果你是没有状态的 头上是没力气的 那么你的唱歌的质量就不够 我们去做三样东西 我们去做三样东西 饱满的咬字字音 夸张的身体和情感肢体语言 细腔的细腔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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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梦中的橄榄 橄榄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我的故书 是余了 我 我 你 我